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明老师这一次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已经三个多星期了 我们先谈一下对于这次冲突 或者甚至说这一场战争 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的本质问题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是一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 还是一个代理人战争 这个哈马斯被伊朗煽动的一个代理人战争 还是一个巴勒斯坦民主解放运动的一种现代版的形式 我觉得某种意义来说三个都是吧 因为它是不同的人或不同角度看的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先回应你的问题让我们再往下走 第一呢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攻击的本身是一个恐怖袭击或恐怖行动呢 因为在国际政策上我们基本讲说我们有战争 然后有这个革命什么等等 我们界定是不是恐怖攻击 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会不会滥杀无辜跟滥杀平民 对对平民无差别的攻击 对平民进行无差别攻击 那这是最重要指标就是战争当中难免会伤到平民 但是从这个一次大战二战以后呢 国际上已经有一个基本认识上 也签了这个战争公约 就是攻击在战争当中呢 只以对方的战斗员为对象 然后不以平民为对象 那尤其是妇女啊小孩等等呢 那更是如此 所以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一个 应该说是战争规范 它不只是道德标准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进攻当中不小心伤到平民 那这东西那你得尽量避免伤亡 但是你有意义平民为攻击目标 那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界定为这是恐怖袭击 也就是国际文明社会呢 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恐怖攻击 那这点是已经是应该是确认的了 但是对这个巴勒斯坦人 尤其对哈马斯来说 他当然认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等一下再讲过哈马斯 他的对内跟对外的目标 好那最后一点就是 他是不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呢 应该这样说是的 因为他至少就是对 有一些外国一些大的 这个区域以外的强国呢 他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也看见一些强国 不管是从这个言语啊 或者说甚至从物质上支援他们 那么这些呢 应该都可以视为 就是这些强国呢 拿哈马斯呢进行代理战争呢 那这点应该也是 没什么可争辩的 我想回到谈的一点 就是说哈马斯 为什么发动这场攻击 我想你的另外一场含义 是这个意思 应该这样看就是 哈马斯跟以色列呢 完全不是一个量子的东西 哈马斯你说撑死就一万到两万人嘛 那全部就加起来 你的战士了 受过训练了 就真的说就专军于打仗了 只有这么多人 以色列你看 谁一招手呢 就升级后备部队就过来了 而且各个装备精良 训练精良 那根本不是同日而已 那既然不是一个量子的东西 为什么他敢发动这个战争 也就是他应该有个非常强大的理由 当然你可以说 因为他把这视为一个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所以当我力量准备差不多 我一觉得有机会我就攻一下等等 可是回头想想就是 你如果仔细看下去的话 它其实真的是有内外因素 所以我们先回到刚刚讲的外部因素 刚刚不讲代理人战争吗 在这一次战争当中 我们看到外部声援 它最直接最激烈的 那就伊朗 那伊朗也明白这样讲 而且伊朗过去这么几十年来 对这个哈马斯援助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伊朗是哈马斯背后的支持力量 金主或者甚至就是它的操控者 我想这样讲的都不为过 那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呢 那就牵涉到最近大家谈到的 美国大概这四五十年来 中东地区推动大和解运动 那促使就是以色列跟周边的国家 甚至跟较远的较强大的阿拉伯国家 都慢慢改善关系 那么一个一个现在走到 这沙尔地阿拉伯了 那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以色列跟沙尔地阿拉伯 很快就要解冻 然后就进行关系的正常化 甚至走到建交的地步 所以大家第一个判断就是 哈马斯的动作 就使得沙尔地阿拉伯的动作 得暂停下来 因为它会激起阿拉伯世界的 一定程度的愤怒 你要往下走可能很尴尬 所以直接就这件事情 所以这看起来是由外部的 那么从外部角度来看 也从哈马斯角度来看 其实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如果我这事情闹得够大的话 我不只是可以使得 以色列跟沙尔地阿拉伯 大陆叫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的正常化关系 进程会停滞 甚至会逆转 而且如果弄得够大的话 说不定会弄出一个 第六次中东战争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六次中东战争 说不定我哈马斯的实力 可以变得非常坚强 然后可以开疆斗毒等等 然后获得别的援助 所以这是外部的 或者说外来的考量 这是一层 但是我注意到 就最近在媒体上 很多人出来谈这场战争 大概比较少谈的是 巴勒斯坦内部的情况 巴勒斯坦其实说起来比较复杂 大概这样讲 巴勒斯坦大家看一下现在地图 以色列整个地图 像把向下插了尖刀 在它右边 右手边的腰部的那一块 有个像蚕斗形状的东西 然后它的右边是约旦河 那左边的这个叫约旦河西岸 简称约西地区 这块地区 现在在巴勒斯坦的控制下 然后再来就是 现在出事情 这个加沙走乱和加沙地区 这两块叫巴勒斯坦地区 那么这巴勒斯坦地区 原来都应该是在巴解 或者叫法塔赫的领导之下 但是十来年前 哈马斯他们再一次选举选赢了 然后完了之后又否定了中东进程的好几个合约 所以这跟原来祖式的法塔赫和巴解 那就闹了矛盾 那等到一次选举完之后 双方还打了一场激烈的内战 打完之后 大体上哈马斯就掌控了加沙地区 就等于是个独立状态 所以对巴勒斯坦来说就形成了国中国 一块是像蚕豆一样比较大的约西地区 一块是巴勒斯坦 一块是加沙地区 那么也就是巴勒斯坦内部是有矛盾的 那今年年初的时候 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 那么也就是巴勒斯坦总统 叫巴勒斯 巴勒斯今年八十六七十 八十多了 八十多是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身体也不如从前了 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咱们得国家正常化 也就是军队正常化 翻成白话就是大家把枪杆都交出来 然后全部归这个国家来共管 这对一个进步国家或文明国家 或至少一个有制度国家来说是必要的 也就是国家军队不能私有化 不能党派化也不能私人化 那国家好那正常的 但是哈马斯不赞成 因为哈马斯拿的枪也好 拿的土地也好 他其实得到了很多的外援 那这个外援怎么分配 或公平不公平 贪腐不贪腐我们不去说他 但至少他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基地 跟有这么一个名牧 他可以得到很多资源 所以哈马斯本质上是巴勒斯坦国内部的一派军阀 对可以这样说 根本就这样说 就是国中国 就国中国 然后中央政府叫你把枪抓交出来 咱们军队国家化 要国家统一了 那么这军阀不干了 然后他现在又闹独立了 但是现在我又不能跟你打内战 又闹不过去 所以我打打以色列 然后把他挑起 如果能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话 那我的盛名就大得多 或者我所得会大得多 所以这是对外的一个 对内的 就是前面对外的考量 那对内的考量就是 我这样打下去之后 第一 我等于抗拒了法塔赫的意见 第二就是我闹大之后 下一次在巴勒斯坦里面选举 说不定我可以得到更多的激进派的支持 甚至可以推翻阿巴斯 或推翻法塔赫的统治 然后我把约西地区拿下来 所以他等于就是有了内外多重的考量之后 那么再加上有外在力量 这个煽动和鼓舞 然后就造成这个结果 所以才出现这个 其实不成比例的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 这个对以色列进攻 那么这一次呢 是最新的一次 进攻的规模几乎是50年来最大的 50年来最大一次 刚才我插个一下 那个阿巴斯议长 他是1935年11月出生了 那今年87岁 马上就88了 就马上就88了 那如果他隐退之后 那可能又是一盘散沙 你要知道 巴勒斯坦他真的是团结度不够高 因为在过去以色列 犹太人很快 团结就建国成功了 巴勒斯坦一直没有建成功 但也并不奇怪 因为巴勒斯坦人说住在这边几千年了 从来没有建过国 以色列被赶出去了 但在这边建国过两次 所以大家常常讲说 自古以来就巴勒斯坦领土 这话说不通的 自古以来应该是犹太人领土 犹太人先住在那里 然后被赶走了 被亚苏打了 被谁打 被罗马赶出去了等等 所以犹太人是建国国的 那么这话又调起我另外一段想法 1948年49年的时候 以色列刚刚建国 周边国家非常生气 然后五国联军 加上两方部队 一共七方部队来打他 所以以色列打成建国战争 但这些国家进来 这些阿拉伯国家进来打以色列的时候 打的口号是要消灭以色列 那没有错 但没有说帮巴勒斯坦建国 没有说这件事 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因为根据有些的采访跟有些分析是 这些国家消灭以色列之后 他们要去瓜分巴勒斯坦领土 现在包含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领土 这一块叫巴勒斯坦区的领土 约旦河以西这一大块的领土 所以他们并没有想帮巴勒斯坦建国 更何况巴勒斯坦经过这么多年 尤其以色列建国 这差不多70年来 巴勒斯坦跑到哪里去 就给哪里惹麻烦 所以旁边国家都很头痛 都不知道怎么办 但嘴巴上基于阿拉伯疫情 又不能不帮他说话 然后又反你等等 所以反尤尔等等 所以第一次是种族问题 我们还没有讲宗教问题 这两个线交叉之后 就变得更加复杂 说老实话 像哈马斯在的加沙地区 一边是以色列封锁它 十多年了 另一边是埃及封锁它 埃及阿拉伯国家 穆斯林国家也封锁 因为埃及也不喜欢哈马斯 不只是如此 我们现在都说 以色列建了围墙 把加沙封起来了什么等等 你仔细看地图 就像你刚刚说的 加沙地区 像这么小小的一个长方形 这边是地中海 然后这边就是 这边两边接以色列 这边就接埃及了 它跟埃及接壤多长呢 11公里 所以旁边我出算了一下 它跟以色列接壤 大概是差不多30公里 32公里左右 这样才乘出来 差不多才是300多平方公里 那以色列在建围墙的时候 埃及很快把外殿建好了 因为埃及里面短得多 而且外殿非常强大 这次大家注意到 你说战争打起来很危险 然后很惨 有人道主义危机等等 好 有两个国家立刻跳出来 我们不接受巴勒斯坦人民 一个是约旦 一个就是埃及 两个明白讲 我不接受 约旦当然受过很惨痛教训 那么埃及是看人家看怕了 那当然也加过一部分 但他看人家看得够怕了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巴勒斯坦不能建国 跟巴勒斯坦坚持这种处境 坦白说 以色列当然是有一部分责任 但周边的阿拉伯兄弟 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的 我看到报道 就是真正要去帮忙的 说要帮忙的是 阿富汗的塔利班 他们说我要派军队去 然后作为他们来说 等于说刚打赢美国人 觉得自己军力无限强大 跟当年越南一样 后来地震了 好像就比较忙 就没有去 真正去帮忙的 真主党稍微帮了一下下 但是其实也没有太 我觉得真正会帮 一个是真主党 因为反正他们 简单说了 就是如果我帮一下忙 我让以色列父辈受敌 这是好事情 但你要仔细想想 真主党跟哈马斯背后 是同样的君主 就一样 他们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 他们竞争伊朗的金援 是有竞争关系的 所以他也不希望哈马斯得太多 但如果哈马斯被消灭的话 他的钱可能得得多 但是以色列对他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他同时考虑就是 我如何平衡 以色列对我的军事压力 然后我从伊朗那边 得到了金钱援助 所以我得平衡这个东西 但你还要知道 真主党跟哈马斯是不同派的 是不同教派的 所以一个是什叶派 然后一个是逊尼派 你把这些东西考虑一下 所以我说非常复杂 我在台大教的课 每年都教得非常苦恼 原因就在这里 回过头来看看 以色列和乌克兰里面相比 他们都是在战前 都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 可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以后 中国就抛弃了乌克兰 抛弃了以色列 现在以色列对中国非常气愤 觉得中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关系 以色列只要想清楚 你做生意做得这么精道 你算这么精道 这点你算不到 你不要赖人家 犹太人 你说这点是很厉害的 对 可是他没想到 共产党这么不要脸 天底下做这些事情 最怕就是怕不要脸的人 一旦不要脸 反正你很难跟他打交道 以色列这下算是碰到对手了 以色列过去跟各国做生意 他都有他的计算 我们很多细节就不好说了 所以犹太人 大家打交道就想说 他们是有他们厉害的地方 这没话讲 然后他们也的确有过人之处 这是我们都承认 但是在过去 中共跟其他国家来往的时候 以色列在私底下 跟中共来往是非常多的 尤其在高科技的部分 我们外界很少知道 以色列在几个方面 帮过中共很大的忙 第一是在电脑 晶片 半导体 这整个3C产业里面 他帮过很大的忙 第二在军工企业当中 以色列军工企业是非常发达的 他可以改造他从国外买来的武器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忘了哪一次中东战争 反正中东战争一打起来之后 美国跟苏联都跳进来 然后交枪插手 插手一方面就支持 自己这个战争的国家或者派系 二方面干什么呢 试验新武器 所以我的战机就来这边 派几家飞一飞 然后打打 看看效果如何 回去修改修改 这边也派几家飞机过来修改 打一打 然后回去修改修改 然后再来就是 后来慢慢进不到什么 就进不到飞弹 飞弹人们修改一下 听说有一次是这样子 以色列跟美国买了一批防空飞弹 然后买了之后就装了 当然自己改装过 装了 装完之后就上了战场 最后苏联的米格基就过来了 但应该是埃及买的米格基 过来之后 他们苏联的军事专家很有把握 他说我们这个米格基 装了那个反雷达系统 反战争系统 所以底下有着雷达波上 我去可以怎么样把它弹过去呢 然后你们要锁定我 你飞弹就打不到我 而他们的现场就很高兴看 就没想到以色列飞弹 上去就把米格基打掉了 埃及大吃一惊不说 真的大吃一惊是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讲说 我不是就弄了很好东西 怎么会这样子呢 后来仔细一查之后发现 美国也吓一跳 因为美国也知道说 苏联飞机装了这个反雷达系统 然后说应该是打下会有困难 就没想到以色列这么容易打到了 所以美国就问 以色列是啥 我改装了点东西 那这个消息要被苏联知道了 所以换句话说 以色列的军工能力 其实超过一般人的理解 那么以色列能够在 中东这么复杂 环境下能够活下来 他是有他厉害的地方 但是他卖东西给中共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中共的这个算盘比他大 可能多他两排 所以算不算有地方 他是算不过中共的 那么在这次 我先说以哈战争 我们回来就说乌克兰 在以哈战争当中 理论上中共应该会比较 更加帮助以色列 对不对 可是你也是很清楚 两位都很清楚 中共长年以来 在中东继续的外交的立场 是支持阿拉伯 然后是比较压抑以色列 甚至是打击以色列的 虽然后来还跟以色列 关系比较好 然后外交调门 稍微调整了一点点 但基本上还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他现在一开头 中共的立场 不谴责哈马斯 他立刻提两国方案 以色列并没有反对两国方案 以色列从头到尾是支持两国方案的 其实问题是两国怎么分配而已 大家都说以色列反对两国方案 不对的 以色列只是说现在不是谈两国方案的时候 只是这意思 就是战争打完了 我筹报完了 然后问题解决了 我们再谈两国方案 那不是问题 所以大概以色列没有想到 中共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捅了一刀子 那么乌克兰情况也差不多了 过去中共跟乌克兰买了很多东西 我过去讲过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住学校宿舍的时候 旁边就常常有外国专家这边住 那以后我就碰到一个 我就聊天 我说你从哪里来的 他能讲英文 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上讲出来 讲得有点奇怪 但你听得明白 然后我就说你哪里来的 他说乌克兰来的 我说乌克兰来的 我说你在哪里 他说在台南某一系 帮他做什么东西 我也不太懂了 听完了 我说这种人很寂寞紧密 后来我说 但是我听说你们很多同胞都到大陆去了 你怎么会来到台湾呢 对对对 我们很多朋友 很多同事都到大陆去了 那边薪水也不错 因为台大这边给我薪水很好 所以我就来了 我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说我45岁以后才开始学英文 他学英文大概讲了五六年 才五岁出头 但是听得懂还算不错 他说我在台大这边 拿了的薪水回去 可以在黑海旁边 可以买别墅 我都想去买 我想说 如果你拿的钱 能够买黑海别墅 我应该也可以买它去 可惜就没去买 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晓得当时就是 中共在苏联瓦解之后 乌克兰独立出来之后 大量进去 收购了很多东西 其中包括科学家跟专家在内 他们买了两个团队过去 就是拉拢了两个团队过去 一个就是航母集团 第二是航空航天工业 航空发动机 航空航天工业集团 所以两个集团过去 而且听说都有首席工程师 带队进去 所以可以看到 中共这几年进步非常快 但反过来说 如果乌克兰跟以色列 对你中共帮助这么大的话 在战争当中 你应该至少着弹我们一点点 就是中共没有 中共反而都是偏袒对手多一点点 所以你刚刚问的说 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忘恩负义 我想这就是大陆说的白眼狼吧 标准的忘恩负义 是吧 先生这几年你观察到 中国在中东地区 努力取代俄罗斯的影响 到处挑起动乱 然后要拖垮美国 目的 中共在中东扩大影响力的 真正的目的 还是为了要挑战美国的世界 霸权地位 我觉得确实就中国 其实这几年 习近平上台以后 最明显的一个 我们在日本的媒体 叫外洋扩张 就是不停地往外扩张 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然后呢 不管他的一带一路 其实也是 就是这个意义 那么他现在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 对抗争 当然中国背后 是有发挥 很大的影响力 短期来说 对中国绝对是有利的 就是整个国际局势 一个是 就是把美国的注意力 全世界的注意力 吸引到那边去了嘛 那很明显 现在乌克兰在打仗 这个伊哈在打仗 那么台海的关系 要相对 中国的压力就减轻了嘛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呢 等于说 现在美国百分之百 力挺以色列 那自然 美国和阿拉伯 这个伊斯兰国家们的 对话的空间就没有了嘛 大家觉得你是支持敌人的嘛 那中国呢 很明显在拉偏手嘛 拉偏手的话 他又能跟以色列说上话 又能跟这些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说上话 那么在中国这个时候 他可以去 他能 他自认为 能发挥的作用 要比美国要强得多嘛 他去的话 他可以跟大家沟通嘛 但是说他 他的目的不是何事搞 他是唯恐天下不乱 然后他是问题 是不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把自己影响扩展过去 这个当年呢 在这个中国的北韩的核问题 核开发问题 他成立一个六方会谈嘛 就把各位弄进来嘛 那我是在北京 是多年采访六方会谈嘛 那我就发现嘛 中国他每次开记者会都说 我们这个通过艰难的谈判 我们一共啊 喝了什么一万多瓶矿泉水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大家吃了多少个面包 然后就是谈 但是永远是没有结果的 问题就是这个主办方啊 他是不想出结果的 对 这一次我想以后 如果说他运气好了 弄成一个什么 这个巴勒斯坦和平进程 然后他进去做几方 他做议长 这问题永远谈不成了 他说呢 他就可以在里面 发言权 可能就可以和美国抗衡 或甚至超过美国了嘛 这个我觉得 中国的短期 他一定是这么强 但长期会怎么样 这种 就是说怎么说呢 占人便宜 就是别人家失火 他进去抢东西的方式 长期以来 在中国的国际信用 是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长期来说 应该是得不偿使 另外一个就是说 乌克兰 以色列 这中国的武器的两大 武器技术的来源嘛 这次他其实都得罪了 这个我觉得长期来说 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更大的 那个我们得 这个问题我们得这样看 得从中共的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 是 中共国际战略如果是要跟美国竞争的话 就是 那现在的这个世界霸权是美国 我如何削弱它 如何抹黑它 然后如何这个取代它呢 就是我念自在自问题 是 但现在你说我一下取代 取代不了 但是我可以逐步削弱它 好 那怎么削弱它呢 就是 我就借用石板先生刚那句话 就唯恐天下不乱 毛泽东就讲过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为什么 什么人会希望天下大乱 想要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人 希望天下大乱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觉得现存国际秩序非常好 你非常拥护它 你不会希望天下大乱的 希望天下大乱就是要挑战者 中共今天就是一个挑战者 它已经讲明了 而且美国也认定你是挑战者 美国多次讲 中共是唯一就是在科技上 在政治上 在精力上 在军事上 有能力 有意图做这件事情的竞争者 已经讲得非常明白 也就是双方对于中共的这个角色 跟定位 跟它的目的都很清楚 好 那如果中共想要挑战美国 想要干什么的话 那它现在跟美国面对面的 第一呢 打贸易战 然后第二呢 你又跟我这个搞各种各样的封锁了 然后切都脱钩了 干什么 然后第三呢 你又给我禁运了 搞这搞那的 然后没事做呢 你又那个 开飞机开船过来 然后我 又干什么 威胁我 所以中共觉得说 我受到美国压力很大 我做什么事情都被你批评 我到那里去都被你封锁 我干什么事情都被你把手打回来 所以我必须想办法对付你 那你要我直接对付你 我大概这个能力不太多 但我能干什么呢 我给你找麻烦 我给你找麻烦 所以乌克兰战争 他一天到晚骂美国 说拱火交游了 唯恐天下不乱了 然后这个天才天乱了 其实不是 他才是做这件事情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战争打得越久对他有利 乌克兰战争拖下去之后呢 打下去之后呢 拖住了美国 拖住了俄罗斯 拖住了欧洲 所以我拿一个乌克兰就拖住了几方 那第一呢 就像刚刚石板说的 我至少大家对我的注意力缩小 减少了 然后我可以在那边慢慢发展我的东西 第二就是利用这场战争 削弱了你们的力量 现在已经看见削弱了 美国和欧洲都讲 我们的经济不如过去了 然后现在我们能够帮助乌克兰军火减少了 因为他们消耗比我们要快 台湾现在感受到了 原来说应该是 今年要送到了什么炮 什么枪 什么飞机什么东西都没送到 为什么 因为送到乌克兰去了 所以它的确是一个挤压效应 那这些挤压效应 对美国来说 对维持国际秩序国家来说是不利的 但对于想要破坏跟挑战 这个国际秩序国家来说 是大有利的 所以才讲说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从中共战略角度来说 利用乌克兰能够下次再上市 绑这些国家 那我最高兴 所以乌克兰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在乌克兰战争还没打出结果情况下 跑这个以哈战争那更好 即便不是我挑动的 不是我在背后搞的鬼 但这事情我在天财天油 然后让柴火越烧越大就好了 对 所以对他来说 就算他不搞鬼的话 然后他只要看到战争扩大 对他做的好处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以哈战争规模还比较小 小到什么地方 还没有冲击到产油地区 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不产油的 那如果说你动到产油地区 动到石油价格 或者伊朗卷进来 然后搞到美国跟欧洲通货膨胀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今年美国选举恐怕 拜登会很痛苦 拜登很难选 这第一个 第二欧洲的经济实力 还能撑多久 现在不知道 当美国跟欧洲的出现问题的时候 第一呢 他的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减少 第二呢 他的以色列的支持会减少 甚至美国在有些地方 要被迫后退 被迫退缩 所以中共的想法就是 天下大乱 越乱越好 最低程度就是你可以分心 我不在你的目光的焦点当中 那是最好 我在你在余光看见 那我已经生了很多事情 好那第二就是如果你力量削弱了 那更好 第三就是你一下疏忽了 你分成了 那说我可以打台湾 所以对他来说呢 这事情就是 还是回到这八字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所以这件事情在对他而言呢 就是他能够天才 天有家有天处呢 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事情 对美国来说 这一次明显是他中东政策的一种挫折 是 他十几年来 美国都在推动 以阿和谈 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和谈 受到了挫折 往前看 明老师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展望如何 原来你说在二战以后呢 因为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程度比较高 所以对中东关注度非常大 那然后因为这个美苏争霸嘛 所以双方呢都插手进来 那美国比较尴尬 美国一方面又要阿拉伯国家石油 但二方面他要支持以色列 所以他等于两边都有照顾 但对苏联来说呢 他就不用管以色列 然后他只要照顾好阿拉伯国家就好了 那么所以在这情况下呢 美国的这个外交是比较吃力的 苏联瓦解了 然后中东地区慢慢稳定了 更重要就是 美国的石油产量增加了 他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度不那么高的时候呢 他对中东的关系都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然后更何况别的地方有事情让他分心 譬如说像中共的崛起 跟中共的威胁 跟对国际秩序挑战 在他来说这可能是头种大事 好 那所以我对中东地区这个部分的关切呢 减少了 但是减少并不代表没有 因为美国看得清楚 中东这个几十年的火药库 现在慢慢平息下去了 我如果能够趁势推进 让这个和平进程再次往前推进 让以色列跟周边国家 不管叙利亚啦 伊拉克啦 然后在埃及啦 然后最后是沙尔地阿拉伯啦 甚至伊朗 这东西可能很久有事情 那甚至伊朗呢 都能跟以色列和解的话 那散播大言 对不对 那所以这地方问题稳定了 所以这一次美国正在推的就是以色列 刚刚讲说以色列跟沙尔地阿拉伯之间 这个和平进程嘛 那眼看要成功了 那突然再来这一下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你说美国长亿来的努力 那就白费了嘛 那也不是 因为这个东西要看什么呢 要看这场战争规模会不会扩大 然后要看这个 看几件事情 第一战争规模会不会扩大 第二不管扩大不扩大 以色列要进入加沙的时候 他的那个打击力度 跟他的平民的伤害呢 会不会控制到一定程度之内 因为平民的伤害一定会有 但他如果能够精准的控制 对平民伤害压缩得最小的话 那这个影响就 冲击就比较少 第三就是国际舆论 然后看到很多国家 有这个反以色列的 或反犹太的示威游行 大家注意看 反尤跟反以色列示威游行 背后是反美 不完全是反尤 他是借着反尤跟反以兰反美 这个才是主题 反尤跟反以呢 虽然是很好的话题 但主题是反美 那谁在反美呢 谁在反美呢 俄国反美 中共反美 伊朗反美 朝鲜反美 还有什么人反美呢 这些游击队反美 但这游击队是没有能力 做这件事情 只有这些国家能力 做这件事情 还有谁反美呢 大家不要忘记 全球的左派 全球左派 就是比较坚决相信 马克思主义的那胖家伙 包括一些美国人在内 对不对 我们在美国英国读过书 我们都晓得 欧洲跟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 很多左派 很多马克思的信徒 那包括我同学在那里 有的就是 他们就是狂热地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就在美国社会当中 或者在欧洲国家当中 它起来的世卫游行呢 反尤跟反尹是一个理由 但它背后的理由是反美 而反美的理由 我刚刚讲的其实比较复杂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会闹到多大呢 会对美国的中东政策 会有多大影响呢 应该这样说 现在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美国要很小心地去控制它 第一就是我派两艘航空母舰进来 然后你们别的国家 不要轻轻妄动啊 你动我就打你啊 你把事情搞大我就打你 然后美国赶快去劝以色列 所以先派了什么国防部长 派了国务卿去讲讲 再批我总统自己来 好好跟你讲说 你要小心啊 不要把事情闹大 然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要继续我们911的教训 开头我听不懂了 我说对啊 是啊 公杰 但这两个不成比例 你为什么这样讲呢 后来明白了 后来明白了 你不要因为在气质上 就大打一通 把人家家当什么 完全打烂了 打烂到 不成比例的时候 你挑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怒火 那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你看到 那时候我讲啊 你看三十六万大军 三十六万大军干什么 哈马斯才两万人啊 一万多两万人 你以色列军队这么精明 五万人军打 绝对过来 你多那三十一万干什么 包围那里 包围那里 然后让事情不要扩大 同时就是 我也向世界各国展示 就是我的意志很坚定的 我非要把哈马斯的高层干掉 所以我认为 就是以色列 如果现在想清楚的话 然后美国想清楚就讲 这样子 只把高层解决掉 因为低层的哈马斯 你没有办法处理的 低层的哈马斯 就接送人家无业游民嘛 他一天 货不到一份饭吃 然后他跑到这边 领把AK-47开两枪 他就有饭吃了 他当然来干嘛 但你让他有一份 好的工作是 他就不来干这事 所以低层的哈马斯 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把哈马斯 高层解决掉就好了 所以现在各位 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 国际上 把哈马斯文权也丢出来了 我们都看到丢在哪里 英国不是丢出来了吗 把哈马斯的高层 住在哪一国家 叫什么名字 名下资产多少钱 全部跑出来 对 也就是说 他也就是一个国际上 哈马斯的高层 贪腐得非常严重 非常有钱 几十亿 几十亿美元这样过日 然后都在 在很舒服的地方 在卡达 或者在什么地方 在发号施定说 你们要牺牲 你们要干什么 就我这边过日子 吃香喝辣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说美国能够把 以色列的行动 讨论到 或者说 劝阻到一定程度 以色列进去 不大开杀戒 然后有限度地 精准地去攻击 然后以救人质为主的话 那问题不会闹大 外面的反游声望 和反美声望 只要事情不大的时候 慢慢慢慢平息下去 所以从美国角度来说 他想法跟哈马斯 刚好相反 哈马斯要一个 第六次中东战争 美国是极力避免 第六次中东战争 然后他提醒以色列 就是你们不要这么冲动 寄取我的教训 不要进去 不要进去 大开杀戒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谈谈纳坦雅胡 大陆翻译叫纳坦尼亚胡 多了一个音节 以色列的很多任总领 都是军人出身 然后也都是有战功的 纳坦雅胡也是其中一个 他进出政坛多次 然后下台又上台 30年了吧 下台上台下台上台多次了 97年96年 就是当第一次总领 20几年 反而多次 以色列的多任总领 我刚刚讲说都是军人出身 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外号 叫屠夫 纳坦雅胡的外号叫做 屠夫中的屠夫 我觉得美国对这个外号 非常在意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纳坦雅胡内阁当中 有很多是鹰派 这次是非常生气的 说一定要血在血长 然后要是什么 十倍百倍的偿还 美国非常担心 所以进去极力劝阻 那现在这个36万的 以色列大军按兵不动 我觉得跟美国的这个劝阻 很有关系 所以我在讲 我说我们就看 这个以色列打进去 是不是能够掌握好分寸 第二就是 如果说国际上 这个反游的 这些示威跟声望 能够逐渐平息的话 那这事情相对来说 就比较好解决 所以我们 明老师 你看这个以哈这次冲突 最后怎么收场 如果以色列自我克制的好 然后平民死伤比较少 然后基本上只打击 哈马斯高层 然后对于加沙地区 有限度的占领 然后讲清楚 我占领很短时间 恢复秩序之后 我把加沙地区交还给 巴勒斯坦政府 好 那就没事了 这个说法他可接受的 然后这个时候 以色列在抛出两国方案 对我们很希望看见巴勒斯坦建国 然后希望怎么 我们像这 以色列的以前一个铁娘子 叫梅尔夫人 梅尔夫人讲过一段 很精彩的话 他那时候跟 不是跟巴勒斯坦打了很凶吗 然后双方打了不可开交 三天两天打 然后他又出重兵 要去打 打巴勒斯坦打一塌糊涂 他一次说这话 他说 你们巴勒斯坦人 你放下武器就有和平 但是他的权势说 我们以色列人 不能放下武器 我以色列放下武器 就没有以色列了 台湾也是在处境 台湾现在 大家有人劝台湾 放下武器了 我们去和谈 和谈可以 但不能放下武器 我们恰恰也要 更强大的武装 才能去和谈 这不是最简单的逻辑吗 能战方能和 不是能和方能和 是能战方能和 人家看有作战条件 跟能力的时候 才愿意跟人和谈 中共就是这样 吃硬不吃软 好了 所以我们放下枪 就没有台湾了 但我们不放下枪 中共放下枪 不但说台湾海峡和平 亚洲的和平 甚至世界都比较和平 所以大家得想清楚 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石板先生你怎么看 刚才讲到台湾 我想到就是 当时刚才老师讲 这个全世界的左派 左派都是支持哈马斯 这个日本也是 日本很奇怪 日本政府坚定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日本国内左派非常多 所以说在东京 经常有两派的机会 抗议游行 一个是支持以色列的 一个是支持哈马斯 支持巴格斯坦的 都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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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左派也是多 一般的大学教授 医生什么的 左派是非常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左派是什么呢 就是支持 比如同婚的 支持反核的 什么就是说 各种废除死刑的 这是左派基本价值 全世界只有台湾以外 台湾这些左派 是坚定站在 以色列的场上 民进党 然后台湾的右派 现在在台湾的 右派的 就是永和的 什么反对 这些人 他们的 这些名嘴 看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 同情哈马斯的 所以这全世界 只有台湾的 价值观处于一个 比较颠倒的 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现象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这种理念 是随着意义 是可以更改的 因为台湾的 这个左派政权的话 必须要亲美 所以美国支持以色列 他也不得不支持以色列 我觉得像这点 那么我想今后 就是说 刚才明老师也说的 我觉得还是 哈马斯如果他的经济 能够有一个温饱 最基本的温饱 至少恐怖分子 要少掉十分之九了 所以这点 我觉得应该 全世界确实是怎么样 现在全世界 支持他的钱 全跑到那个 哈马斯那几个 领袖那里去 让他们有几十亿的 美金的资产 我觉得这个 应该有一个监督机制 我认为这个做的 应该有办法 把这些人的资产 给他冻结了 然后将来这些人 打起来以后 没收了以后 把这钱拿去给 加沙地带 搞件事 对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不是 一个可行的方案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方案 加沙老百姓 起意推翻哈马斯 对 这是另外一个方案 当然有他的困难度 加沙老百姓 现在支持哈马斯 也不见得 因为当他看懂 这个所在的时候 他就不会这样想了 所以我才那个时候 丢出这哈马斯 高层的贪腐的那些数字 就想做这件事情 对 我猜他们想做这个事 是 经过这次 不管最后的 以哈战争的结局怎么样 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的这个结盟 会变得越来越紧密 而且中国老大的地位 会越来越明显 然后 这种攻势 这种中俄联盟的攻势 会拖垮美国的印太战略吗 我先回应刚才那个 就是以色列那个动作 刚才我没说完 就是把那个 加沙地区基本稳定之后 很短时间就交还给这个 发塔赫 或交给巴勒斯坦 这样内部问题解决了 那还有个外部问题就是 以色列不能动手打伊朗 当然伊朗现在不一定会动手打以色列 但伊朗可能会有志愿军 或什么的 借到进来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讲说 或者爆发 在阿拉伯世界 全部起来去打以色列 反正说不太容易 各位把那个中东地图打开看一下 以色列是像把向下插的尖刀 它北边是黎巴嫩 黎巴嫩分成两块 一个是黎巴嫩的政府 国家政府 一个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 真主党会去打以色列 但黎巴嫩政府 却只会叫一叫 他不会真的动手打以色列 黎巴嫩政府甚至希望 真主党跑来打以色列 然后就被以色列消灭 这是黎巴嫩的情况 然后再来是叙利亚 叙利亚的政府 大概也不会来打以色列 叙利亚里面有一些反抗军 其中有一支反抗军 哈马斯强力支持的 而且这个反抗军 又是反抗叙利亚的政府 的阿塞德 所以叙利亚政府也希望说 如果能够借用这冲突 把这些反抗军打掉一些 增强我的实力的 我很高兴 所以你说要叙利亚 去跑去打以色列 机会也不大 而第三是约旦 约旦是直接在 隔的那个约旦河 跟以色列交界的 约旦呢 这个很惨 在过去 这个以色列跟巴嫩 去打仗的时候呢 当时巴嫩被打得很惨 然后这个 前面的那个领袖叫做 哈桑 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 18节的名叫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被打得非常惨 然后如上家之选 约旦呢 非常慷慨地张开双臂 欢迎这个阿拉法特 跟几十万难民进来 就是几十万难民注定之后 过了两天想推翻约旦 想推翻约旦 对 所以约旦国王也想说 哇我基于阿拉伯兄弟 请一把你们请进来 就是你们要推翻我 这算什么东西吗 这叫做这个起始感妙宫啊 所以约旦对于巴勒斯坦难民 是很有戒心的 而且巴勒斯坦现在 这些难民进来之后呢 已经变成约旦人民 变成约旦公民了 对它内部造成 带着很大困扰 所以约旦拥抱巴勒斯坦难民 变成这个 养蛇 反咬之后呢 别的阿拉伯国家 是看在眼里面的 所以你现在为什么 大家都不太同情巴勒斯坦 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大家要去骂以色列 这是好 这是约旦 那伊拉克大概现在 不太有力量去介入这件事情 那沙普丁阿拉伯呢 正准备跟这个 以色列改善关系 所以现在也不会 跑去打以色列 然后埃及已经跟以色列签了 埃及又怕这个 巴勒斯坦难民跑进来 所以你说埃及要出兵 去打以色列的机会也不大 我这样数一圈 我在说什么呢 我说就是旁边的主权国家 大概你要出兵 去打以色列的机会都不大 但是这些国家的反对派 会出兵打以色列 那有可能 那这些主权国家 甚至希望这反对派 跑去打以色列 然后他的背后开枪 把反对派干掉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第一 这是国际政治的分析 我们还没有讲宗教教派 你要把宗教教派加进的话 那就是一个犬牙交错的现象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个课我在台上教起来 很麻烦的讲 你得一层一层一层讲 每个礼拜讲一层 每个礼拜讲一层 好 现在回答你最后问题 就是中国俄罗斯跟伊朗 结盟 这不叫结盟 它只是平行利益罢了 结盟最后四斤时 就是我被打了 你要不要出兵帮忙 对不对 你要不要出兵帮忙 你会出兵帮忙 那才叫结盟 不出兵帮忙 或者你不提供大力援助 那都不叫结盟 所以它现在是平行利益 但是这种平行利益 这种动作 会不会拖累美国的印太战略 应该说有影响 不能说有影响 分心嘛 一个人的精神和脑袋 就这么多 他每天能看事就这么多 然后关注这里 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关注哪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资源分配的问题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第三就是 你美国要考虑排序 到底哪一个比较优先 哪一个比较急迫 哪一个是燃眉自己 哪一个是戒险自己 你得分清楚 所以如果说美国想清楚了 然后又能够平衡 即将到来的大选 跟通货膨胀的话 我这问题比较好处理 所以美国现在想说 拜托 不要闹大 不闹大事情都好办 闹大 那大家都麻烦 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三个多星期了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有做了很多轰炸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似乎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克制 克制很多 克制很多 兵也没有直接派进去 还在做一些有限度的轰炸 但是国际社会 当然很多阿拉伯国家 中国南部的国家 支持巴勒斯坦 可是他们也不敢公开支持哈马斯 真正国际社会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公开说我跟哈马斯站在一边 我支持哈马斯 伊朗吧 就只有伊朗 只有伊朗 其他国家都只是说 我支持巴勒斯坦 我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我希望保护巴勒斯坦的权益 权益 但是没有人真正敢公开支持哈马斯 我们最后讲一句话 我觉得你如果仔细把它看完 大部分是口会而实不知 是 对不对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伊朗是不是也是口会而实不知 我们得看一下 当然你说 真主党的哈马斯是伊朗强力支持的 没有错 伊朗会强力支持的两个 就是给以色列添乱 就这样子 但你仔细看一下 伊朗的教派跟哈马斯教派是不一样的 他纯粹基于利益去帮助他 基于政治计算帮助他 不是基于派系 所以伊朗最后帮到什么程度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进来 一直就是 伊朗你给我乖乖地收手 你不要插手太多 那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所以伊朗也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所以我们常讲说 谁是区域强国 谁能把兵力跟国力投射到这里 然后改变各国的行为模式的 这叫第一强国 是这个意思 那今天美国就搬一只角 刚才你讲这个同盟 虽然是价值观比较相信 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北韩 最近走得也比较近 但是说我觉得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他们的同盟关系还差得很远 比如说这次乌克兰 乌克兰并不是他同盟国 但是你看大家的支持的力度有多大 你想日本去了多少次 就是援助物资第一批第二批 日本一点关系也没有 跟北约也不是 但是支持这么多 但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偷偷摸摸也许有一点 但是在国际上坚决否定没有支持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还是各怀鬼胎的 基本是按兵不动的 对 中国对俄罗斯战争 对俄罗斯的支持 当然最近普丁又去了北京 跟习近平干杯喝酒 但是有说 说他普丁回去就中风了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过这可能是谣言 因为没拿到东西 这可能是谣言 不过实际上中国跟俄国也都各自心怀鬼胎 各自也就是一个利益交换 那有一种说法是 中国支持了一批飞导弹 结果不能用 结果揪出一个李尚福 非常有效 百分之四十不能用 是 我们这个李尚福和秦刚 终于正式被撤职了 这个也是有意思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感谢明老师来 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明老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